连续三次获得摩托车特技世界比赛冠军的西班牙选手科蒂娜 今天在桃园虎头山露了她一手精彩的特技 让国内许多教练跟选手们大开眼界 桃园摩托车运动委员会为了推广摩托车运动 专程邀请连续获得世界冠军的西班牙籍摩托车特技高手科蒂娜来台 上午在桃园市虎头山举行一场特技观摩 科蒂娜经过简单的热身后 首先示范调整机车性能 随后表演跳跃大轮胎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她并讲解如何控制加油门刹车加减速度 以及手脚身体动作之间的配合 以及转弯技巧等 最精彩的部分是飞跃30多公尺长 70度斜坡的山壁 获得现场民众热烈的掌声 20多位国内摩托车特技高手也在现场观摩 科蒂娜动作轻柔技巧利落 获得国内选手的一致好评 摩托车特技在我国刚刚起步 科蒂娜希望借着这次观摩机会推广这项运动 而桃园虎头山崎岖的地形 也很适合当作摩托车特技的场地 如果能适度地开辟 可以提供国内年轻人另一个户外活动的地点